今天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是跟NTV台還有OB演選做一個這麼棒的一個帶我回家的活動 其實流浪動物一直是必須要關注 而且是長期關注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推廣的就是任養代替購買 在這邊也是希望用這樣的活動呢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這個問題是一直必須持續下去的 我想跟大家說就是不管你是曾經養過狗的人 或者是你也沒有想過自己會養狗 都認真的想一想要不要帶一隻狗回家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養狗的人 但是自從常常加入我的家庭之後 我從來沒有得到過這麼多的快樂是我都沒有想過的 那我真的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來帶我回家這樣 那這隻狗狗好像已經快被養得像一個小孩了 牠就是一隻豬 我把狗養成豬了 一開始有這麼重嗎 一開始牠只有三點多公斤 那現在是大概六公斤 牠不能再胖了 魚生說太胖對牠的脊椎不好 可以啦 下一步你再打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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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那我想說這種荒家有外怎麼會有流浪 尤其是臘腸 然後我們就下車看看牠全身都沒有毛 唯一的毛袋就這麼短吧 通通都掉光了 然後就把牠抱到醫院去 然後牠現在就還有壞臉了 那是我的想要鼓勵 就是我要領養流浪公司 那牠必須要具備哪些分有愛心的孩子 就是要有耐心之類的 我覺得有愛心就已經足夠了 那是會有花很多時間在幫你自己做 牠真的就像養小孩一樣 牠剛開始的一兩個月牠很不適應 可是我可以感覺出来牠很怕被丟掉 所以你給牠什麼牠就吃什麼 只是说大小便比较难处理 可是这都会过去的 一刚开始真的有点痛苦 可是也是经由这样的过程 我们的感情变得很好 所以看人们现在是断断上这样 但是时间是发生效果 对对 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可能不允许 因为那个双胞胎 确实那个时间上面调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喂奶啊 从要抱他们睡啊 尤其现在哥哥又是很爱 你知道茶言官是 他会希望我站着走动 然后他要躺在我怀里才肯睡的那种 那如果你再多带一只狗回家的话呢 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会蛮崩溃的 因为八十把 因为我以前养过一只拉不拉多嘛 是那种大型犬 那我用很多的时间去爱护他 那他就像我一个孩子这样子 慢慢的养成 然后我也把他当一个军犬在训练 所以那时候我蛮得意 可是后来就因为太老 也离开人世 那对我来讲是 有一点害怕再养狗 因为我付出了很多感情嘛 那现在可能就 这个阶段先把我生活环境的 这两个小兄弟先养好 但未来一定希望是任养一只狗 因为范范也很喜欢狗这样子 嗯 那是因为尼泊尔的这个事情 可能有特别太关心了 哦对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一起 共同协助尼泊尔现在发生地震的灾后重建 因为自己在前年嘛 跟台湾世界掌握会有去过尼泊尔 那现在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 其实也是在 在估计啊 这个尼泊尔有超过百万的孩子 正在等待援助嘛 那如果有能力的朋友 可能可以直接联系 台湾世界掌握会 那加入这个自助儿童的计划 那一个月只要七百元 这样子 之前去尼泊尔的情况 跟现在看到底片里面 尼泊尔变的情况 感觉会不会觉得很心疼 非常震撼 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也 也常会受到地震灾害的这种困难 那通常是 你去过那个地方 你再回头看向 现在媒体的报道 你会很难过 而且会很担心你自己的 自助孩子 还有那边的志工现在过得怎么样 那后来也经过这个 台湾世界掌握会回去去询问 那我自助那十个孩子都是平安的 但有很多孩子 现在也是希望大家伸出援手 现在我觉得还不要造成当地的困扰 那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也是持续性的 那择日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最重要的是去可能 帮不了太多的嘛 但是可以把很多的故事和画面带回来 让很多有爱心台湾民众 可以一起加入这样 谢谢 好